龙卷风有时像一根线 有时变成漏斗的形状 这不是在电影情节里头 而是真实发生在大陆的江苏 持续了十几分钟 下午的4点15分 受到了强对流的影响 江苏严城市大风去出现了 龙卷风的自然灾害 造成了两人死亡 而且15人受伤 就有民众拍下了在龙卷风的强度 站在远方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风力 而且可以看到树叶摇晃的相当的厉害 这个等级被专家鉴定叫做中度等级 总共是有283户的农房受损 而所谓的中等强度 这风数是达每小时191到260公里 这个风力能够将沉重的物品 吹到了数百公尺远 包括能够先翻汽车 把大树连根拔起 屋顶跟墙壁一起吹走 就有民众目击一切 说有五六栋的红砖房连根倒掉 还有人受伤 甚至有一名长者被吹入到河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